中南山团队 看到中南山团队发出的一个论文称 现在最长的潜伏期可以达到24天 超一半的患者早期并不发热 那这说明了什么 是这样的 从传染病来说 包括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的肺炎 每一种传染病 包括流感感冒传染病 都有一个名字叫潜伏期 对不对 叫潜伏期 那么这次武汉肺炎的潜伏期 平时我们看到要隔离14天 对 我们看隔离14天 美国的专机到中国武汉去接美国人回来 也是隔离14天 对 你知道为什么隔离14天而不是隔离7天 你知道为什么吗 当然了 就因为觉得他这个病的潜伏期大概是14天 如果要是14天的话他还没有发病 那我们就可以相信他是健康的 但是如果现在说24天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感觉到这个病更危险了 是这样 就是因为武汉肺炎 所以大家都关注这个传染病 对 大家才有了什么传染途径 或者潜伏期这种话题 以前不会去关注这些事情 那我可以告诉你呢 就什么 潜伏期不是一个固定值 而是一个范围 对 任何病 包括武汉肺炎的潜伏期 不是一个固定的数字 就是不是14天 14天 而是什么 而是什么呢 刚开始这14天是谁提出来的呢 而是什么 你知道吗 而是2天到14天 就是最长是14天 每一个人潜伏期是不一样的 同样武汉肺炎 每个人潜伏期不一样的 有些人 有人潜伏期2天 有人潜伏期3天 但是呢 武汉肺炎按照经验来说 经验就是套用SARS 这个冠状病毒 SARS也是冠状病毒 SARS病毒的经验是14天 按照经验 因为武汉肺炎是一个新的东西 武汉肺炎的潜伏期 到底是有多长 到底是在怎么样的一个范围 要等武汉肺炎这个疫情 全部过了以后 我们才会知道 这个病的潜伏期 可能是2天到24天 也可能2天到36天 那刚开始有人说 14天的时候 是不是一个不负责任的 一个推断 那么多少天是负责任的呢 那起码你不知道的情况下 就不要说一个确定的数字了 不对 在不知道的情况下 要假定一个数字 为什么 只有一个假定的数字 我们可以按照这个假定的数字去做 这就是科学实验 你知道吗 就在医学上面 医学 医学 医学在是要探索的 对未知的 比如说新型的病毒 我们要探索它的各种各样的一个 它的一个特性 在探索没有结束之前 我们要治病要救人啊 我们要采取隔离措施啊 那么怎么办呢 就是按照SARS的经验 我们把它定为 假设它是 2天到4天 就假设它最长的潜伏期是 是14天 当然了 假设它最长的潜伏期是14天 绝对是允许某些人超过14天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不可能 如果最长是36天假设啊 我们不可能把每个人隔离都不变成36天 因为这样代价太大了 对啊 就是从潜伏期它是有一个峰值的是这样的 就是绝大多数人14天够了 你不要不要为了某几个人超过14天 而去把每个人都隔离成为 24天或者36天 那是不对的 那这样会不会造成更大面积的感染 不会 因为极个别 就是14天我可以相信 14天的潜伏期呢 隔离呢 可以把90%的 甚至95的人已经看盖进去 甚至就还要搞 比如说97的人 一两个漏王 不是一两个漏王 一两个特殊 都很正常 比如说我们发现一种特效药 能够治疗什么什么病 已经经过临床的检验 美国的这个药物管理局批准了 特效药 但是即便是特效药 对极个别的人 还是会没效 因为什么 它特殊 就像有些人 有些人心脏 正常人的心脏是在左边 有些人心脏 极个别的 在右边 听说过 对 但是呢 我们公中的卫生 公中的卫生来说呢 比如说我们治疗 像这种疫情 这种传染病 我们不可能针对个别人去设计到 推广到大众 我们是允许 要允许隔离 隔离发生的 因为我记得前两天 好像四天之前 我发过一支推文 我发过一支推文 在推文上面 我说 哎呀 这个潜伏期会超过 超过十四天 对 我有看到 对 因为我在看武汉的病人的 他们的病情自己的描述 好像有超过十四天 那 那么 今天我们 我也在这个 也注意到了这个现象 然后呢 我也有一个 我也看到一个就是 说什么 山西的一位 山西省一位 一位这个 六十五岁的患者 他的什么 四十天以后 好像潜伏期有四十天以后 但患者说的不一定是症 就是允许 允许有超过十四天 那像这种病 传染能力这么强的话呢 像这个病人潜伏四十天 那他可以 走很多地方 然后会传染很多人 那是不是看起来感觉 也会更危险 OK 他这个 我们假设这个病人 是四十天的潜伏期 他传给了两个人 千万记住 这两个人不会四十天 这个两个人 绝对在十四天之内 为什么 大多数情况 潜伏期都是四十天的 那么这两个人呢 如果他发热了 检查出来发热 有体温 或者他自己觉得 哎呀有咳嗽 有什么样 他自己到医院去 那么对他的隔离 对他们的观察 十四天 够了 就是 就通过这些事情呢 他这个四十天呢 或者说 二十四天呢 就 只是他一个人 他传给 他传给另外两人 另外一人 也是在十四天之内 这样 所以正准确的说 就十四天之内 而不是 每个人都潜伏期 都十四天 或者说绝大部分人 都十四天 就绝大部分人的潜伏期 在十四天之内 那像你说的呢 通常这种情况 是在隔离期内 我们接触的是 有限几个人 那我们知道啊 我大概 我发病了 我接触的几个人 那我大概能知道 是谁可能有这个病 那像现在春节过后呢 那大陆现在 已经基本上 很多城市复工 开始工厂开工 学校开学 学校可能还没有开学 那大家都是聚集在一起的 而且有些城市呢 还有很多地方 是没有封闭的 那 对不起 那很多地方 当大家聚集在一起的话呢 那怎么才能找到 这个传染源呢 传染源呢 就是 根据 某一个人 一个患者 他 让他回忆 要让他回忆 要让他想 要询问他 你去过哪个地方 去接触过哪一个人 发热 或者你 你接触了五个人 他回忆去了 可能是接触了这个 那再去找这个五个人 你们有没有发热 如果有一个人的发热 那推时间 谁发热早 谁发热晚 就可以确认是谁 到底是谁 尝给谁 那他是这样 找找找找找找 找到一个源头 那 这个不是很重要 今天我想 我记得昨天 你不是问我这个经济 就是复工和经济 对 刚才我们聊了一下 这个潜伏期 对不对 我们现在聊一下经济和复工的 要经济还是要复工 对 这是一个矛盾 很矛盾的问题 对 那么 如果要把疫情 控制的最好 最完美的就是隔离 封城 对 大家都不要往来 对 那么 病毒消亡了 对 所以记得昨天我就回答你了 如果 如果 不复工 啊 那么 经济是零 对不对 经济是零 那复工了呢 经济一定是零以上 是多少 不知道 可能会把它拉到零以下呢 但是 有很多人要感染 很多人要死亡 对不对 这就是最担心的 那么我说了 那么 经济复工以后 经济 零以上 拿到的钱是谁拿到了呢 是政府拿到了 政府拿到了 对不对 政府拿到钱 因为 你有收入 有贸易 有营业税啊 各种各样税收 对不对 政府拿到了 那么打工的人 也会拿到 拿到这个工资 对不对 那么公司老板 也会拿到这个营业额 对不对 营业额 对不对 那么 付出的 可能付出的代价是谁呢 这个员工 他去工作了 他工资拿到了 他也生病了 对 也生病了 不但生病了 生病了以后 可能把这个工资 拿到工资都消耗进去 然后他还可能死亡 对 所以最最吃亏的是 老百姓 打工者 对 对 第二吃亏的是老板 为什么 因为企业老板的话 他如果复工的话 突然 他进了原料 因为复工 他要原料进来 突然员工又生病了 这个厂子全部封掉 他这个原料进来 就荒废在那里 对不对 如果这个原料是 不是生物 不是积压鱼肉 不是 我们在推上看到人家 海鲜市场 这个鱼都卖不出去 封掉了 不能卖 都损失了 对 那么老板也有可能损失 那么最最不损 最没有损失的是谁呢 是国家 国家拿到了水收 所以 国家 是 现在 我们在网上面 得到消息是 国家在允许 复工 对 他问题是 如果有一个人感染的话 可能会感染很多人 然后整个工厂封边 封起来 然后这些工人要隔离 造成的损失 那可能就是更大的 所以我有的时候想 我的复工的目的是什么呢 在读 在读 读 1月23号以后 武汉不是开始封城吗 1月23号封城 到现在 效果怎么样 半个月了 对 就是隔离的效果如何 是否把疑似病人 或者患者全部隔离起来了 而出来复工的这些人 都没有 感染 就是毒 那今天有看一个 大陆的疫情报告 就说感染者跟 死亡人数破千 死亡人数都有下降的趋势 嗯 这个数字可以做出来的 为什么 你一方面要复工 你一方面 这个疫情还在扩展 这 舆论上面 过不去 对 那他就在数字上面 可以造假 那你坚信这个数字一定是造假的吗 这个数字造假是有两层 一层是 武汉的感染者和死亡人数 很多网友都怀疑在造假 我这个不谈 我这个不谈 我假设 我假设 今天之前的数字都是准确的 或者说是实事求是的 但是为了复工 为了复工 嗯 春节过后 为了复工 春节不是长假期吗 中国的传统 长假期以后 那民工回来 继续干活 这个数字 政府去造假 或者说地方官员去造假 对 也都是有可能 对 为什么 因为配合起来 否则说 因为控制住了 控制住了 还有一个现象 我们发现没有 就是 开始 上海的张宏文 也去支援武汉 张文宏 张文宏也是去支援武汉 我们今天也看到很多神 派出几百人 甚至上千人的医疗队到武汉去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肯定是中央这个疫情小组 就是李克强小组长 命令他们去的 对 命令他们去 为什么命令他们去 有 我们猜测有几个基础 有几个原因 几个基础 就是 你当地 比如说江苏省派医疗队 上海派医疗队 你这两个地方 你必须已经 控制了疫情 你才可以有 你才可以有资源 有能力资源 有医疗资源 去支援武汉区 对 如果你自己两个地方都控制不住 或者说控制的不好的话 你派医疗队去支援武汉 上海和江苏怎么办 其他省市一样 我只是举个例子 对啊 这是说明了一个问题 就是有一个假象 我认为是假象 或者说 我是我有疑问 到底每个省 除了武汉和湖北省以外 这么大量的医疗医务人员 往武汉派 是否这些地方 疫情已经控制住了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也说明什么 说明武汉的医务人员 已经全军覆没了 那就说明现在的武汉的疫情 根本就还是没有控制住 还在向 武汉 武汉和湖北肯定是没控制住 这是大家都路人皆知的 那就是说隔离失败了吗 武汉和湖北封城 对 不是叫隔离失败 这叫隔离成功 为什么知道吗 为什么知道吗 嗯哼 因为武汉封城 湖北封城 封神 它不是 它不是 让这个患者不去传人 他开放的 可以说他棄手 就是让这个武汉的人 和湖北人之间互相传 他不管了 他不是也号召那些 在身在湖北武汉的人 居家隔离吗 不要出门 对 说是这样说 其实武汉和湖北其实是棄手 什么叫棄手呢 就是你们不要去误乱别人 在神或者蜀汉市里面 或者湖北省里面 你们自己去传染 没关系 不管了 为什么 不管了 为什么呢 因为 已经传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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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是不管了 在这次大量的派医疗队之前 是不管了 就1月23号到现在 在医疗队去之前 不管了 为什么 武汉就表现出来 他们缺医疗资源 缺医务人员 一直在喊 对不对 中央没有给他们 现在有了 现在开始了 就是不管了 封城就是让他封 让你们武汉人 湖北人自己传染 我们不管了 把他们封城 你们不要出来 那如果说不管了 为什么又派了那么多医护人员过去 OK 现在 所以现在就是有个问题 什么 到底是其他的省市 是不是已经隔离成功了 可以腾出手来 去支援武汉去 去管武汉去管湖北了 那所以说 你听说张文宏医生 去了武汉的话 你有没有感觉很担心 上海那边的情况 对啊 上海 张文宏区去了第二天 好像就上海就传出 上海要封城了 对 就很多小区 一万多个小区 要封 封起来了 就说明什么 上海的情况 是在恶化 你封的多 就说明恶化 你为什么封小区呢 发现患者 发现确诊的患者 才要封 对 现在整个中国的形式是封的地方 省市越来越多 对 而不是越来越少 虽然这个数字做得很好 看 怎么是个数字有所下降 确诊人数下降了 这个趋势好像下降 但是实际上面在封 对 所以呢 这些人为什么拍到武汉去 这个湖北去 只能认为 从1月23号以后到现在 武汉的医务人员全军覆没了 就是全部生病了 没人上班了 对呀 对呀 那么这些病人 这些病人的 做做样子 做做样子都没人了 所以要派医务人员去做做样子 为什么 武汉经过这样一来的话 隔离 武汉这个隔离不可能存在 几乎都存在 对 我们都得到的消息就是 医务人员就 医务人员不够 人手不够 既然人手不够 既然没办法 帮别人去诊断 没办法 诊断 发病人诊断都做 这个满足不了 要求这个核酸四季核 检测这个四季核 都没有 治疗更 谈不上治疗 那四季核也是要生产的呀 所以他可能 将口罩都供应不上 任何东西都可能供应不上的 所以武汉 现在从理论上面 武汉每个人都敢 所以 湖北武汉 每个人都敢来 所以在 湖北省以外 所有的省市 只要看到武汉人 全部把他们撞起来 或者赶走不让他们起来 为什么 从理论上面 确实是这样的 理论上面 武汉人 湖北人 全部敢来 美国也是这样 很多其他国家也是这样的 武汉来的人 马上就隔离 只要你是武汉的 对不对 我们看到新闻 对不对 那么随着时间扩大 人家是中国来的 都要隔离 一开始是武汉来的 疫区来的 才要隔离 对不对 武汉是疫区 湖北省是疫区 那有 有些不该想象 未来几天 或者十几天 会在武汉 发生什么事情 上次节目当中 其实我们俩 已经聊过 武汉 这个冠状病毒肺炎的致死率 就是 致死率就是 确诊以后的死亡率 没有 杀子这么高 所以很多人 不会死 就像 李文亮 医生叫什么名 对 他父母就好了 到底是治好的 还是治愈的 我认为是治愈的 就自己好了 抵抗力 自己好了 老人抵抗力好了 也很奇怪 对吧 年轻人反倒 你没 我没听说过 他父母得到一些什么好的 比较好的治疗 什么有效 没有啊 甚至中药都没吃得好 所以可能跟体制 或者是什么有关系 对 我是学医的 我是学医的 到今天为止 我没有 我没有好好的看到一个 武汉人或者湖北人 他确诊以后 是通过什么样方式 治疗好了 恢复了 都没有一个明确的 一个明确的 一个规范的一个医疗措施 和方案没有啊 对不对 乱七八的方法 方法很多 他说 这个人说什么冒汗 我说运动 吃生姜 或者各种乱七八的 对不对 但是没有一个人 好好地说 我吃了什么药 炒了 对 所以说明上 从治疗上面来说 也是很困难 但确实是没有 没有 确实没有有效药 这也是事实 对 然后有一些留言就说 就像我们存在海外的人 看到武汉被肺炎搞得这么惨 说很想帮忙 可是又很纠结 就是说大家有的时候想帮忙 但是这个忙的可能还帮不上 因为国内这些机构啊 体制让大家好像不再相信 你觉得你有什么看法呢 美国的好像世界卫生组织不是去了吗 开始到武汉去了 他们会做什么呢 他们会派医疗队派传染病专家去帮忙 还有呢 嗯 会带这个 4G去就是 核酸检测4G 他好像有20核 他做他 这个美国 美国又做了20核 美国又做了20核 可能要送给中国 每一核可以有800个啊 800个 800个 800个这个可以 可以给800位 人检测 就是800次检测 那美国好像网上面也说 美国有多少次要申请 希望能够中国政府允许到那边去帮中国政府的吗 对 其实很多国家都都愿意帮中国的吗 所以呢 嗯 我想随着时间推移 中国政府也不得不让他们来帮忙 因为他自己实在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那他们带去的这些 额核酸检测盒的话 20核每核800的话 相对于武汉这个大城市来说也是背水车型是不是 当然人口这么多这个这么多的患者 他们只能从尽力而为 对尽力而为 从国外外国来说他们当然是尽力而为 对啊 就像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靠这个中国自己 最重要的其实是应该 我觉得中国老百姓或者说 关心这次疫情的人 所有的人啊 对 其实应该去到教堂里到庙里去祷告 祷告什么 请这个病毒高抬贵手 把毒性降低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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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呢 因为只有病毒这个弱化了 这个病毒的致病力和传染力弱化了 两点啊 一个是致病力 致病力弱化了就会不会让更多人死 那你觉得它一定会弱化吗 这个传染性也会弱化 传染性也会弱化 它不容易这么传染 对了 说到传染性 刚刚有一个概念想讲一下 病毒的传染性 或者说病毒的潜伏期 是怎么会造成的 为什么有人两天 有人三天 有人四天 有人五天 有人六天 超过十四天 为什么知道吗 病毒一样老 病毒一样老 就是 这个人传给另外一个人 对不对 传给另外一个人 这个病毒没必要 你觉得就是说这个病毒的 不是觉得 不是我觉得 这个不是用主观的 我说了很多专业的东西 这不是我发明的 不是我认为怎么样的 是科学 因为传染病学建立起来 不是一天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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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反应不一样了 然后每个人的体质不同了 对 像你说的 变强 或者是变弱 对 说的很对 病毒进入每一个人 一个是病毒的数量 还有一个病人的体质 病人的体质和数量不一样 就造成了潜伏期不一样 对 甚至有些人潜伏期都不存在 什么叫潜伏期都不存在 因为潜伏期是相对他的发病期而言 如果他不发病就不存在潜伏期 那他只是一个带病者 然后他一直不存在不出现症状 他从开始就没有生过病 虽然他有阳性 就是他带着这个病毒 那他同时也是会是个传染者吗 他这种人传染性有可能 有可能但是比较低 为什么他免疫力比较强 用不了多长时间 他至少把这个病毒的活力 和这个致病力压住了 他没办法伤害他身体 那更谈不上要去传染别人 当然了 如果别人很弱 身体很弱的话 可能一点点去传染 因为他身体比较好 他没有发病 所以他不会产生很多的病毒 来释放出来 我为什么说这句话呢 因为病毒 一个病毒进入一个细胞 他会产生很多很多病毒出来 一个细胞 他的繁殖能力特别强 对对对 他繁殖出来的细胞 采取传染给另外一个人 进入这个人 人体的病毒 他是不会进入这个细胞 他就直接进入这个人体的细胞了 他没有可能 从细胞里进去 然后出来 再去传给别人 出来的是他的儿子 女儿 子孙 对 他繁殖好了 他复制好了 进入复制出来 千千万万再去传给别人 就已经传过一代了 所以 不是一个病毒从头走到尾 不是一个病毒传染给好几个人 而是一个病毒他的子女 传一代 然后孙子 孙子再传一代 这样一代一代 就是这病毒叫一代一代 所以在美国发现的这个新型冠状病毒 和中国所公布的基因序列 已经是不一样了 已经有点不一样 就是已经变异过 他已经有变化 对 所以这个潜伏期和致病率都不一样 每个人的致病率都不一样 这个就是死亡这个崔少人 这个医生 李医生啊 他身体比较弱 或者说这个病毒在他身体里面 就反应就比较激烈 所以我相信很多武汉和湖北林 其实都是自愈了 自己恢复了 你知道 今天我在这个推讯上面看到 有些退友说呢 这个感叹 感叹这个病毒很强 感叹这个病毒很强 说这个病毒的潜伏期可长可短 因为有些退友他还不是学医的 他他以为这个潜伏期是应该是一个固定数字 其实不是啊 潜伏期是应了同样一个病 潜伏期也是不一样 在不同的 刚才说了就是他每个人由于不同的体质 不同的体质 强壮的体质 他的这个潜伏期就会 比较长 甚至不发病也有可能啊 那么弱的体质呢 就潜伏期会比较短 马上就发病了 因为这个和抵抗力有关系 所以呢 这网友有些这个观点 或者说 网友主观的认为啊 认为啊 这个每个人都应该潜伏期40天 这不对的啊 每个人潜伏期是不一样的啊 那么比如说我们可以告诉大家呢 可以告诉大家什么呢 就是流行性感冒 流行性感冒的潜伏期是几天呢 一天到三天 流行性感冒 嗯 这个反应很快啊 不是不是不是这时间啊 那普通感冒 潜伏期是多少呢 两到五天啊 不同的病 这个潜伏期是不一样的 还有呢 潜伏期 每一同样一种病 它潜伏期 不是一个一个数字啊 不是一个固定的数字啊 它是有一个范围 有一个范围的 那SARS的潜伏期是多少呢 SARS的潜伏期最多 十天啊 十天 十四天这样都有啊 这个应该就是有确定的数据 这个 这个不是确定啊 就是最多十天 对 因为已经过去了 大家最多十天啊 有一天呢 也有两天的 有三天四天 五天六天七天都有啊 所以呢 网友们 网友们啊 亲爱的网友们 不要以为这个潜伏期是 好像哎呦不得了 这个武汉冠状病毒的这个潜伏期 怎么是 是不是固定的数字啊 确实是固定的 没有一个传染病是固定的数字 不要以为固定数字 你们以为固定的数字 是你们自己想出来的 那这网友和有些 网友不懂嘛 不懂啊 一直一直一直说 四十天四十天 因为他潜伏期就是四十天 潜伏期是一个一个动态的 一个数字啊 嗯 那么 病毒 病毒这个病毒也是 又在不同的环境 它的寿命也不一样啊 病毒比较干燥 它使得很快 啊在外界啊 出来以后 那比较湿润 它会时间长一点啊 两天一般来说两天到 两天也有可能一到两天 我看 武汉市里现在正在进行那些喷雾消毒啊 呃 好像很大规模的 然后你觉得那个 这种消毒方式有很大帮助 像居家我们消毒的话 用酒精 呃 能帮助杀灭这些病毒吗 对酒精 是 酒精却用消毒吧 就是70%的酒精 是消毒酒精 对不对 我们都是用来这个打症之前 也来消消毒啊 嗯哼 那么我们以前 我们做 我以前做外科的 外科也是用酒精来消毒 这个病人的这个皮肤 打开到这个地位 开到这个部位 都是用酒精消毒的 外科医生的手 虽然要戴手套 但是这个手要戴在酒精里面 要泡 要泡很长时间 嗯哼 为什么 消毒啊 杀菌啊 杀菌 那么 还有一个概念 要告诉这个大家 啊 那大家也知道 无症状潜伏器 啊 当然可以冷藏人 也可以冷藏人 啊 无症状的 因为什么 因为他有病毒 对 他没有表现出来症状 为什么呢 因为他抵抗力好 抵抗力好 对 但是呢 病毒有进细胞 然后繁殖出来 那么这个人 正常的人 他打喷嚏 咳嗽都会穿了 啊 这也不奇怪啊 不是武汉 病毒才有的啊 因为我先发现 很多网友觉得 这个武汉病毒不得了很伟大 好像每个网友 很多网友都是像 像这个发现者 就像这个科学家一样 发现新大陆一样 发现 他们发现这个武汉病毒 而与众不同啊 武汉病 肺炎这个武汉冠状病毒 一样的 和其他病毒一样的 而又与众不同啊 同志们 因为我们普通人 并没有真正的 经历过这种事情 对 没有经历过 可以 但是不要大惑小 大家这个大惊小怪嘛 不要很担心 不要一会就细思极恐 老师喜欢说细思极恐 你为什么 不知道 不知道 就细思极恐 你知道的是 你知道的很正常 不了解 没关系 好好学啊 不要一惊一乍的 就是把表情搞得很丰富 表情很丰富 就像发现啊 好像 好像 每 西方的科学家 传染病学家都没发现 只有中国的推友发现了 所以 所以我又是 我现在想 现在是2020年 对不对 要不要为中国的推友 申请2020年的 热贝尔医学奖 你先帮我们普及一下 这些科学知识 就可以了 我觉得真的中文推友 真的是很伟大 他还说 什么 哎呦 这个 这个武汉肺炎 它是直接攻击肺部 直接攻击肺部 快速扩散 呼吸道 常人病都是攻击肺部的 啊 呼吸道常人病分上呼吸道 和下呼吸道 嗯 下呼吸道什么 就是肺部啊 是吧 上呼吸道什么 鼻 鼻黏膜 鼻黏膜 OK 那么 嗯 你 那像现在有些中医学者就说呢 呃 重提这个有始可证的 饮酒避疫方法 就像之前的药王孙思淼说 一人饮全家五亿 一家饮一礼五亿 你觉得这样说 有没有道理 我们知道酒精可以杀死病毒 对不对 可以杀死吸菌病毒 但是为什么一用酒精是百分之七十 你知道 就是科学家 西方的科学家 不是中国的 我推游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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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你是饮酒 西方的科学家经过科学实验 嗯哼 不是 中国的推游经过科学实验 中国的推游没有经过科学实验 中国的推游在推上发推 啊 在发推 西方的科学实验 西方的科学家经过科学实验 发现 酒精浓度一定要在百分之七十 才能有效的杀灭细菌 而百分之五十也可以杀灭 但是比如说 杀灭一点点 就是 就是有一百万个细菌 或者病毒 那百分之五十的 只能杀 杀死其中的百分之五 百分之九十五杀不死 但是到了百分之七十呢 他可以杀死百分之九十九的细菌 或者甚至百分之一百的细菌 那我们所说的酒精是 到底是杀细菌还是杀病毒 嗯 我们说 杀卫生物 杀卫生物 都包括 包括 包括细菌病毒 这样子 对包括细菌病毒 研究下来一定要百分之七十 所以呢 大家都知道 我们喝的酒 哪一种是百分之七十 没有吧 好像福德嘎很高浓度 大概百分之六十 嗯 还有些中国的烧酒 可以点火 可以烧起来的 对不对 也只有百分之五十多 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七十 百分之六十 没有百分之七十的 所以呢 所以呢 你喝 喝酒 比如说中国的米酒 只有百分之 浓度只有百分之二十多了 什么对不对 或者说中国的百酒百分之四十 杀不了细菌 连消毒的资格都没有 更不要说杀细菌 对 能保证的是会杀胃是吗 所有的传染病里面 哪一种传染病死的最多 比如说艾滋病也是传染病 对不对 对 结合病也是传染病 那么就所有的传染病里面 哪一种传染病死的最多 病死率最多 就死掉的人最多 全世界 死亡 人数 绝对就是人数 不是百分比一 不是死亡率 就是多少患病 都要死多少 不是说死亡率 是绝对人数 就是死亡人数 我猜是流感 像这种武汉肺炎的这种疫情 那就是很少见的了 我觉得就不可以跟其他东西 跟其他的那些传染病相提并论了 因为它是一个很特殊的个案 死亡人数最多的是呼吸道感染 这呼吸道感染包括什么呢 呼吸道感染就是包括感冒 包括流感肺炎 包括SARS 包括这次的武汉肺炎 它高于艾滋病 比艾滋病的人 死掉的人都多 比结合都多 它是最多 比肝炎也多 所以它是 它所有传染病里面 它是第一位 说明什么呢 说明了 它的传染性很强 很容易传染 因为它是呼吸道感染 像艾滋病 因为是要体验 要密切接触 要输血 要体验交换 它才能感染 怎么那么容易得 对 所以呢 感冒 流行性感冒和肺炎 传染性肺炎 传染性肺炎 又不是兴趣肺炎 就传染性肺炎 可以说是病毒造成的肺炎 病毒造成的感冒 病毒造成的流感 流行性流感 病毒造成的肺炎 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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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主持人 界面 冲字幕志愿者 订阅 果